群體的詩人寫出來的 那當然有些是民間的文學 民間裁縫的 到了屈原才是一個標出個人創作 所以我們說為什麼把詩人節定在那個 是在屈原沉入蜜羅江的那天 那當然歷代有很多偉大的大詩人 但是有些人我們沒有辦法學他 在魏晉呢 魏晉那麼亂的時代 好在出了一個陶淵明 但是我們不可能學陶淵明 因為第一個我們不可能像屈原 因為屈原是個貴族 屈原為了對這個國軍來 就是來說服他 來提出一些建議 那國軍不接受 楚王不接受 他就把自己沉入蜜羅江 我們也不可能因為理想不能展現 就學屈原這樣 把自己沉入江中 就是沉入江澤 那個形容枯稿 我們也不可能像陶淵明說 就這個罷關了 然後就耕獨去了 現在很多人說這個耕獨 耕獨園 台灣好多這種休閒的地方 叫耕獨園 既根且讀的 所以很多陶淵明就創了一個文人的生活模式 去公根 然後又讀書 就是書香傳家 但是陶淵明的隱居付出很大的代價 他的妻子兒女跟著他哀惡 就是受眾哀惡的 你們去讀讀陶詩裡面 你就會知道說 作為這些大詩人的太太 做怎麼樣 很辛苦的 而且陶淵明好像 運氣也不太好 第一個他的那個田真的是很平極 第二呢 烏肉偏逢天下也又做沒多久 又火燒了 那我們讀他的詩是說 這個 什麼有草屋八九間 有這個有屋子草八九間 不要以為說 喔 陶淵明是個大地主 所以我們不可能像陶淵明這樣罷官 我們也不可能像屈原 去沉入蜜羅江 歷代的文人當中 有一個人我們可能 他可能是我們的身影 這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給同學們 蘇士 蘇東坡 蘇東坡呢 可以說是一個全才的 全才 全方位的大文學家 大思想家 甚至是大政治家 我們就以文學的成就 有的人詩寫得很好 其他的文不見得寫得很好 詩也不見得寫得很好 有的人詩寫得很好 但是詩啊文啊不行的 有的人可能在這個文學很有才 這個才華很高 但是在其他的 我們講到文化方面或藝術方面 也沒有辦法那樣全方位的 像各位看 杜甫 杜甫是什麼很好 詩啊 杜甫的詩當然很好啊 那當然你說那個聖堂那個時代 聖堂到中堂還沒有詞還沒產生 就像說新駕宣新氣級 詩寫得很好 但是駕宣的詩簡直不能看的 不能看的 那文呢 像這個詩東坡 從文來講 古文 古文八大加之一 古文 古文 所以他的散文 他寫出來的富 東坡的富 赤壁富 前後赤壁富 很了不起的 所以文啊富啊 東坡的詩 東坡的詩也很成就很高了 是創這個北宋詩坦的 東坡的詩那不用講了 東坡的詩那不用講了 東坡的詩還開創那個豪放派的 那這裡有一個有一個觀念給各位同學 我們都以為說東坡一把他就歸位說他是豪放詩的 不是啊 其實東坡寫的豪放詩在他總的詩選當中 只是佔的很少 五分之一吧 一定頂多是五分之一 只是說他有開創這種新的題材出來 我們就把它歸納說他是豪放詩派 是他寫的晚葉詩怎麼樣 還更多 所以我們讀這個文學史也要讀這個書 不要說常常動不動去把一個人歸位到說 他是愛國詩人 他是現實主義的詩人 他是浪漫詩人 難道李白是浪漫詩人 他就不關懷現實的這些民生問題嗎 老百姓的一些困苦的社會的一些腐敗的狀況嗎 沒有也有啊 我們也不能說馬上就把這個路由說他就是一個愛國詩人 路由也很浪漫啊 他寫出了拆頭縫 那個多浪漫的詩 多淒美 所以我們動不動就喜歡用這個歸納法 或是幾分法 二分法也好 或是什麼 這個一定要 同學們一定要一個小心 好 我們講東坡的詩啊 詞啊 東坡的文 東坡的父 沒有辦法說嗎 沒有辦法說嗎 好 東坡的畫好不好 東坡畫主畫得很好耶 東坡的主畫得非常好的 東坡的主畫得非常好的 東坡的主畫的是這個 東坡還有一個表兄弟 叫文童 一橫會畫畫 東坡的書法好不好 東坡的書法也非常好 東坡的書法也好 畫也好 所以東坡自己畫畫 自己提詞 自己寫書法 還有東坡的文學理論 音樂理論都非常好 所以我可以講 東坡是一個非常全才的 全方位的一個大文學家 而且每一方面的成就 都不是普通成就 東坡只有三樣東西很不行 東坡的歌喉不好 東坡一唱歌 你簡直就不敢觸聽的 不忍觸聽 就是說黃喉嚨 知道黃喉嚨嗎 有人聲音就像那個破爐 我們叫做破爐嗓子那樣 就不好聽 而且會荒腔走感會走掉 但是東坡的音樂理論非常好 東坡的酒量不行 東坡一喝酒就醉了 但是東坡的酒品很好 酒品 所以他酒品 什麼叫酒品 有的人喝了酒就會裝風賣傻 就胡鬧啊 胡言亂語啊 或者是打人啊 或是什麼的 東坡不會 所以東坡的酒量不行 但是東坡的酒品 東坡的酒品很好 東坡的奇異也不行 但是東坡的那個 對奇的一個理論它怎麼樣 它又很好的 所以蘇東坡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還有東坡呢 個性很 他非常的一個灑脫 我們用兩個字叫通脫 很通脫的 東坡一生有幾個女性影響他非常的深 一個當然是他的母親陳世母 她的母親姓陳 東坡當然是母親啟蒙的 陳世母啟蒙 很小的陳世母就講 她是一個出生 大家閨秀的女子 因為陳世母信仰佛教 所以影響東坡 東坡對佛教的一個 跟佛教的怨言是很早就開始的 從小時候的東坡 東坡大概是 東坡出生於宋仁中錦佑三年 公元1036年 東坡一共活了66歲 宋仁中錦佑 錦佑也是風景的錦 保佑的錦佑 錦佑三年公元1036年 東坡死於 東坡一共活了66歲 就是在66歲的時候死了 北宋時代有三個人都死於66歲 好奇怪 那個66好像是一個什麼樣的數字 他的老師歐陽修也是66歲死的 跟他在政黨政治上的理念不同 那個王安死 也是66歲死的 所以這北宋三大文學家都死在 十一六十六歲 那麼我們先看他 蘇龍坡四歲的時候 有一個生為他的弟弟叫做蘇澤 蘇龍坡其實是排行老二的 他們本來有三兄弟一個姐姐 蘇龍坡有沒有妹妹 沒有妹妹喔 我們都以為說有一個蘇小妹 這是敗關也死 說什麼什麼 而且說是秦少宇是他的 是他的那個妹妹 其實不是的 所以東坡只有 只有這個姐姐沒有妹妹 東坡排行老二 東坡有一個哥哥 但是在東坡很小的時候 可能還沒出生 這該四歲 那個哥哥四歲就死了 所以東坡我們就叫他叫長公 其實他應該是怎麼樣 他是老二 是排行老二的 東坡有一個弟弟叫做蘇澤 這裡我們要講的一個是有一段 有一段大概在東坡在十歲的時候 十歲的時候他的媽媽 剛才講陳世母 叫他讀這個歷史的傳記 讀到那個叫做東漢史 有一個叫范庞 十歲的蘇中坡 讀這個史書 讀到范庞傳的時候 蘇中坡怎麼樣 凱然太喜 那個 他說他就跟他媽媽講 就嘆氣 就問他媽媽說 假如有一天我成為范庞 母親你會 你會同意嗎 什麼意思啊 我們各位知道 東漢的時候不是天下很亂嗎 當時有三大勢力 外企 換官 社會有一股清流 對不對 而且不一定是做官的 就好像什麼現在講 叫做社會意見領袖 對於國家 朝廷的腐敗 國家的一些奇奇怪怪的現象 提出一些爭辯 所以你會行什麼東西啊 不是清液 清液 清液 所以清液呢 發展到 清液還是議論國事 議論國事 所以當時有一群 有一群 朝廷有一些官員 他們是社會的清流 他們對這個國家的一些狀況 就提 腐敗的狀況 一些很 社會的一些 就是 不正常的一些 他們提出爭辯 來替老百姓的幸福 對朝廷提出一些意見 那當然會換官很討厭他們 那個誰啊 換官討厭還有誰 外戚也會很討厭 所以就把他們羅織下 入獄 叫做什麼 擋固之禍 那當時有一個李英 李英是當時的一個清液的領袖 甚至有的人他是沒有做官 他只是社會的在野人士 所以 朝廷也會很害怕他們這群人 換官啊 這些 外戚都很討厭他們 那李英就被羅織下罪 然後就 千年嘛 幾千人就被抓去了 那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是說 像同盟會啊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起義的時候 不是有同盟會 不是有名單嗎 生怕名單被拿到 對不對 那麼現在說 你是什麼黨的 你是你的政治取向 那在那個封建的時代 在那個 在那個好像一個集權中央 第應該是軍權時代 不見得講封建 其實真正的封建 中國真正的封建 是在周朝那個時候 周啊 封嘛 然後呢 這個李英被抓啦 那不是有這個黨的名單嗎 黨員啊 所以黨員 有人一看說 我怎麼沒有在黨裡 沒有在那個被殺 被抓的名單裡面呢 表示我不夠清流 聽懂嗎 我怎麼夠不到那樣的呢 所以有的人就主動說 我也是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也是你們要抓的那個黨的 就是說 你們所謂這個清義這一黨的人 就這樣自己投 所以李英被抓大家的集合去 就是上書 跟朝點上去把他救出來 是第一次 第二次又被抓的時候 當然就被害死了 這其中 有一個人就叫范康 范康呢 他的母親 因為范康也是要去救 救這個社會 救國家 為老百姓高聲疾呼的 所以范康傳就是這樣 然後范康的母親 為了成就他的兒子 沒有後悔 只有他的母親就自殺了 就自殺 所以范康就是義無反顧的 所以蘇東坡看到這個 十歲的東坡看到范康 各位回去找這個東漢史 范康傳拿來看一看 漢書 拿來讀一讀 你就知道這個對 幼小的東坡有一個很大的影響 蘇東坡就跟他講說 有一天我成為范康的時候 就是慷慨賦義 母親你會怎麼樣 你看他這個母親怎麼講 你可以成為范康 我嫌不可成為 范康之母呢 看 所以我們看有很多的教育 現在其實有一個教育 現在台灣有一些研究所 什麼兩性差別 什麼教育 其實應該去弄一個研究所 對女性的教育很重要 是不是 古時候叫女子無才辨識者 不對 現在要去推動女性教育 怎麼說呢 看看那個小動物 動物小的時候都跟誰在一起 母親帶子 老虎 獅子 金魚 熊 都是誰帶 都是母親帶 那個公司 為了要再向那個母獅 求婚的時候 他一定要把那個母獅 那個母獅如果再帶著小獅子 他要把那個小獅子殺死 然後才會 這母獅才會殺 不然母獅都一定會保護他的子女 動物呢 你不要去動他的小孩 如果 那個對方會覺得 動物會覺得說 你要侵犯我的小孩 那個為母子的牆 他所有的那個力量都會爆發出來 天下的 我們看人類是不是也是都母親在帶 小獅子 我有一次去日本 我們從東京要開車到我們的本七室 要坐兩三個小時的那個 所以中間在休息站 去那個廁所 他又分男生女生 我們看那個女生那邊 有那個小男生的小馬桶 小男生的小馬桶 我覺得很有意思 為什麼不是弄在男生那邊 小男生的小馬桶是放在哪裡 日本人就見在哪裡 見在媽媽這邊 所以一定都誰 媽媽帶著誰去上廁所 小朋友去上廁所 照理講是不是爸爸要帶 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們看這個女性教育 就是說小孩子從小她是跟母親在一起 跟母親在一起的時間非常的長 這是一個 所以現在台灣面臨有一個 台灣有38萬的外籍新娘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們沒有一種歧視說 哪些國家的一個人的品種就比較 但是這些來的是不是知識垂准比較差 這些外籍新娘他都比較是一個 比較沒有受一些完整的 教育很難講叫好或壞 就至少是完整教育 所以台灣的政府應該要去 台灣的教育應該要去 好好去面對這樣的問題 這些外籍38萬的新娘 生出來的小孩不要多 一家生兩個 就快70幾萬 這些小孩子怎麼樣去把它教育她 那美國當然也有這樣 所以美國他們就弄out of school 你到你的國家去移民 一定要把他們 你要把那個要從教育去著手 所以這個蘇東坡從小受誰的影響很大 母親 那我為什麼這麼不厭其妄講這一段 就是範胖傳 小時候的蘇東坡就已經看出 展現出他的性格了 是不是 他可以為了一個公義 為了一個正義 那不惜 不惜做一些必要的 一些抗爭的 所以以後蘇東坡會在那個王安寺變法 變法有沒有 新法 王安寺為什麼要變法呢 就是跟宋代啊 宋代開國的時候 國家的政策 policy有關係的 各位知道唐朝是滅於什麼東西 唐朝的滅亡 這主要是那個捷渡史 是不是 捷渡史就是說地方官 我們現在講 假如說一些中國大陸一個國家 就是說幾個軍頭 掌握軍權的 地方官 捷渡史 兵權很大 所以趙匡應 看到唐代滅亡的 所以叫陰箭未言 就削兵權 所以就集權中央 集權到中央 把地方的官 地方的那個 地方的一些軍隊 就是軍事將領的軍權都削弱了 他很好玩耶 他有兵無將 將軍跟他的兵 彼此不認 不是我從小 科班這樣戴起來 不是耶 而且可以換什麼東西 換將領 而且宋朝有一條很好玩 文人帶兵耶 宋朝的文人都會打 文人是懂得帶兵的 東坡都帶過啊 東坡在西北邊啊 所以他會這樣叫換 換 其實文人會 文武雙全是很正常的 你們看夫子像 孔子的像 畫像 是配著劍啊 是配劍 那麼宋朝的武將 也是文學素養很高 范仲淹 有沒有 寒喜 是不是 所以宋朝很有意思 宋朝的文人 文人 文人這個武將 他們融合得非常好 武將都 你看看那個范仲淹 會寫出那樣的詞出來 你絕對很難寫 他是一個老范 老范這個什麼 胸中有多少假兵的 西夏最怕他的 所以宋朝是一個 所以這樣因為 從開國國軍立國的時候 對這個國家的走向 就已經定下來了 那麼 宋朝還有一點政治大 政治大 就是榮兵榮元非常的多 你曉得一個團體啊 或是一個企業體 一個國家 什麼東西 什麼費用最多 你知道嗎 像我現在在負責大學 我在了解大學的那個一個運作 一年的一個經費 花的最多是什麼 你知道嗎 人事費 人事費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那 因為他肌肉對不對 而且他把國都從長安 長安外面本來是有一些屏障 天然屏障 往內牽 牽到河南的開封 開封變金 他們叫做東金 所以宋代不是一本書叫東金夢華路嗎 那個東金不要以為是那個東金 歷代的東金也不太一樣 唐代的東金是子洛陽 那 因為這裡就比較沒有天然屏障 是不是要養好多兵 好多的兵 等於天用人做一個屏障 來守住 那因為呢 因為這個 以文來立國 眾是文 然後比較親吾 眾文親吾 所以就是要用很多人來 在國家就國事很激落 那麼剛好呢 中國長期的一個兵犯都從哪裡 從北邊來 從西邊來 北邊的蒙古啊 呂貞族啊 西邊什麼東西 遼啊這個下 西下 所以長年征戰 所以宋貞宗的時候 好像是宋 宋太宗 不是有一次去打仗 宋貞宗這些時候 談冤之盟嗎 差一點就被圍困啊 所以定了這個約 所以 因為這樣子 甚至後來那個是不是很屈辱的條約啊 拜對方為叔叔啊 宋朝的皇帝 一直到北宋夜末年 對方是寮啊 或是下這邊啊 是叔叔 然後自己是當之二 然後每年要捐書 很多的布皮 很多的 很多的金銀 所以年輕的 二十幾歲年輕的宋神宗 年輕的皇帝起來了 一想到立朝 從宋太宗 宋真宗 宋仁 宋仁 立朝的一個屈辱 所以就希望起來做改革 然後剛好年輕的皇帝 找到一個年輕的宰相 那是王安石 就開始 如火如荼 開始展開變法 那王安石的變法本身 不是壞事 但是王安石最大的一個叫做 偶像功 王安石的個性也是很虐的 能不能稱他叫什麼 偶像功 所以他決定下來的事情 也是不會妥協的 因為宋真宗很支持他 王安石三次霸相 他用了一些小人 一些用人不當 還有有一些法 有一些新法 是不能夠很急促的 一夕之間來做 是要慢慢推行 有時候是現實不能做 所以中坡就反對他 所以王安石變法的時候 中坡反對他 反對王安石的變法叫什麼黨 新黨 所以人們就以為東坡是舊黨 那其實 後來王安石霸相之後 太后掌政 宋神宗很可惜 宋神宗很年輕 三十幾歲就死了 超老過渡 對不對 死了之後 王安石就霸相 誰啊 誰起來 就太后掌政 然後就輔佐這個幼主 然後太后掌政就叫誰 就把舊黨人都找來司馬光 舊黨都找回來了 然後舊黨人就以為說 東坡不是反對新黨嗎 那東坡是不是舊黨 東坡回來又反對舊黨 所以我開玩笑說 東坡有沒有色彩啊 東坡不是綠色的 也不是紅 也不是藍色的 也不是橘色的 也不是黃色的 他是自己一個顏色 所以才他的妾 他另一個太太 叫趙雲才說 他是一肚子的不適時宜 東坡是什麼黨 東坡是百姓黨 他只是關心百姓 他認為 他認為舊黨 舊黨把新黨的東西 都一概否定也不對 所以他又否定 他又反對這個 反對這個 所以他反對新黨也反對舊黨 好 我們要對東坡的政治取向 那我剛才講 影響他有三個幾個女性 東坡在 東坡的一個原配夫人叫做王佛 大概是在東坡19歲的時候 東坡19歲的時候 就娶了一個太太 那個太太叫王佛 16歲 王佛16歲 嫁給他 夫妻總共生活多久 11年 所以王佛27歲就死了 就死了 好 東坡19歲 娶親對不對 對不對 21歲呢 就跟著他的爸爸 跟老弟 他的弟弟 他21歲 弟弟少他3歲 多少歲 18歲 所以一個21歲 一個18歲 這個書群 就帶著兩兄弟 就到 到 哪裡 開封 從便經去考試 就應考 然後這是朱東坡第一次離開他的家鄉 他的家鄉是四川梅州 所以我們會發現很多四川人好優秀 很多優秀的四川人 那個 近代的一個對中國大陸帶來一些經濟改革的鄧小平對不對 我們常常看完說他叫小平同志 也是史傳人 很傑出的 蘇東坡 蘇東坡廣義來講 蘇東坡是客家人 他是客家人 怎麼說叫客家人 在五湖 五湖時代 我們講五湖亂 其實是叫現在有些人寫一本 叫五湖新法 湖啊 中國其實是湖化漢化 還要去做一些研究 嗯 各位同學 現在我們傳統念的歷史都是 就是漢 說漢化 胡人漢化 倒過來講是不是胡化 唐代是不是胡化的更厲害 這個齁 那個中國大陸有一個學者叫陳上君 陳上君先生 他做了一套書 全唐師的補編 也是他來台灣演講 我們在中東大學一見他 就聊起來 就講到這個胡化跟漢化的問題 非常有意思 有時候一些思考 像那個唐代的人 唐人唐朝是不是帶有一個胡的學童 所以唐代的文化 你說他是 我們是被胡化的呢 還是漢化的呢 一般都講漢化 那是一個漢人那個沙文主義的一個想法 所以我們現在讀書啊什麼都有一些 研究所的學生就是訓練思考 有些事情是可以重新做一些什麼 重新來釐清的 謝謝